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YT 去YT的导数的话 可以递什么呢 并不是这样子的 而什么呢 递其中一个求导就可以 后来等于它也行 Ft 卷积 Hte 这两个都可以的 同样 一个是YT的积分的话 那么也并不是对两个信号同时积分 S对其中一个积分就可以 它是这么一个 等于是 Ft Hte 所以信号的卷积运算这一块 卷积分这一块 是我们这么刻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么这一块 这样的话 你可以举 你有时候想不通的时候 你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你想 比如说我YT 我们就知道 如果等于是Ut 卷积Ut的话 这个 这个课咱们知道吧 它新能能的话 等于RT吧 你看我们 看我们对这2T积分 求一只导 求导的话 就在这等于Ut吧 把RT的导数不就等于Ut吗 如果你要是对这两个分别求导的话 那显然结果就不对了 是吧 对它一个求导 这等于等于DataT 卷积Ut 不等于Ut了 这是对的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老提醒你们 就是说 当你对某个概念或者某个特性记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简单的带一个东西来带进去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原来在你们初中的时候 背上那种三角合的那个展开公式 就是比如说Cosin Arafa 加Cosin Arafa 加Cosin Arafa 等于是Cosin Arafa 加Cosin Arafa 加Cosin Arafa 再加的是加的还是简呢 记不清楚怎么办呢 带直啊 我Arafa 比如带三分之Pi 比如说等于等于四分之Pi 一带不就完了吗 是吧 你这个也有事 但是记不清楚的时候 你不要带四分之Pi 老带四分之Pi 带四分之Pi 带四分之Pi 两样一样的 尽量带三分之Pi 或者是 或者是六分之Pi 比较合适 这带也是 这个概念就是说 当你有的时候记不清的时候 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信号 你带进去走一遍就知道了 刚才这个就说这个问题啊 那么下面我们来接着把这个朝下来接着看这块内容 那么刚才是说明一下 如果一个信号对它求导的话 一旦YT等于这两个信号卷积的话 对YT的导数就等于对持终的一个信号求导 然后再跟另外一个信号卷积 同样 第一个信号YT 对这个YT进行积分的话 等于持终的一个信号求积分 再与原点那个信号卷积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利用这个等效特性来自上 这么一重新算上这一个卷积的结果啊 本来来算这两个信号的卷积 刚才我们算过了啊 下面我们利用等效特性来算 它怎么来算呢 它是这么来算的啊 我本来要求的是YT等于FT 卷积HT吧 是吧 你看我换什么呢 我本来求FT一撇 卷积多少呢 HT的积分 可以吧 好 你看FT的这个 一撇等于什么呢 FT的一撇的话 导数等多少呢 再一个冲击吧 等于1 是吧 再等多少呢 负1啊 而这个HT呢 积分的等于什么呢 HT的积分的话 所以这种基本信号的这种简单的积分啊 求导你应该非常熟练啊 等多少呢 这样等 这样 那么这样等多少呢 最大这等于是2 应该是 啊 那么这样呢 并不是这两个简单的卷积 啊 我们又知道 这个等于是达这个FEPT等于什么呢 表达是等于什么 FEPT 现在已经等于是data T -data T-1了 所以这个YT就等于是什么呢 YT就等于是H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跟那箱转的话 它等于它 这个转的像我延时一个单位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等于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等于这两个东西 那么等于这两箱 大家等于这两箱子 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在哪两箱子 它在哪 它再开简的吧 是吧 它现在再一这一点吧 一这一点到这两箱子 简到这一箱子 等多少呢 应该等于是 一还是二 还是一 你看在这段开始减嘛 你看这样开始减 那么这样呢 这个写例是正的 这个写的 这个写的是负责 这么一下来 这两个感觉 比为什么呢 比会在这段比会平的 在这段他们俩都等 他们俩相等 所以就会等于0 这段时间 在这段等于长度 这样等 再拿下来这样 它不是到 这个不到二这个地方 这个到三这个地方 画得不太标准 这么一过去 所以这图 就在不太详细的画 它再具体的应用一下 这个性质 这就记录了 这样的记录 他利用这个 他先把这个算出来 这个算出来 一样的过程 那么这个 就是一时捡积分的自算 这个利用现在就可以了 是吧 那前面的二和三怎么办呢 我前面讲的 一的二拉法 T U T 卷接 一的 Beta Beta T 那么你这个前面的 这个系数怎么办 系数稍稍稍办 因为它是咱们 这卷接积分了 这个二和三都会发展快了 所以这六倍 他利用这个 他利用 是他告诉你 利用这个公式 所以他前面的系数 我在前面 B面有写 这前面有个A 这下面有个B的话 所以结果他们就AB吧 再是AB吧就行 看第二个呢 他利用什么限制呢 他利用了位移特性 凭移特性 他实在先求什么呢 他是他先求的 I倍的 利用上面的计则吗 他这个车子超过延迟一个 这个后延迟两个 所以结果等待 延迟三个 第三个怎么什么呢 第三个怎么处理 能利用限制吗 后来能利用我们前面 赶到公司吗 怎么办 配啊 配一下 这个可以配成这样的吧 这个可以配成这样的吧 初等变化 初等数学 再配一下就完了 那一配成这块 这请问带系数吗 不管它 这个带系数 不管它 是吧 这块可以用了吧 这个可以用吧 所以这里结果等于这个东西 把这两个发展等于是 应该是六倍的 一的负四 放在了 这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我们主力 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ft 等于是 e的alpha t u t ht 等于e的beta t u t 我们讲了 那么这个yt 等于ft 卷移转移ht 我们写的表达时候 可以写的什么呢 可以直接写 如果我把它再改为t-1 那会哪部分改变呢 你看看啊 这边等于是 本来你看 负无穷大 正无穷大 e的alpha t减1 u的 t减1 e的 负的 败的 不是没有负的 t减 t减 u的 t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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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吧 那么这个要求什么呢 t要大于1 这个要求什么呢 t要小于t 所以t要变回什么呢 就变回这种情况 t要大于1的时候 这能多少呢 从1到7 好吧 后面我就不写了 那是b 那么t要是小于1的话 是不是出来的结果 等于是什么呢 你看 这两个结果 后面加一个什么呢 又t减1吧 是吧 所以你在 你看我把这两个解 同时变一个1 所以你可以用多个方面来理解一下 或者来感受一下 它的位移特性 如果把再通的笔用改为1的话 你看等于什么呢 我们再向后走一下 那些人说 负无穷大 正无穷大 1的 alpha t-1 u t-1 1的 b 把t变为t-t 明白吗 知道不动它 t-t-t-1 然后这点是什么呢 u t-t-1 d-t 同样这个要求 这个t要什么呢 大于1才会等于1 这个值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t-t-1-1 明白吗 那么 t又要大于1 又要小于t-1 那么要求是个t-1 应该什么呢 大于1 当然t要大于2了 那么再也得到什么结果呢 就等于是 因为在t大于2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基本等于什么呢 从1 到t-1 是吧 明白吗 看得出来吗 这后面东西我就不用写了 第一套 那t要小于2的话 这个等于0 所以最后后来一块的结果等于是 可能后面跟一个u t减 如果我把这个改为负2的话 我这样不再一个的推了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那么这个 再不用按 再呢 大于3 再小于3 是吧 如果我把再改为通行 改为4呢 那再一个是t-4 那么t-4 再一代大于下写 t减是一个大于什么呢 大于6 可以看出来吗 一定看出来 所以你看啊 这个是一个下写 一个上写 两个信号 一个信号决定下写 一个信号决定什么呢 上写 你说你刚才讨论的是 把他注意这个东西了 我把这两个倒一个行不行呢 你刚才讨论的是 你这样讨论的是 一的二那法 一的白那法 后面 我把俩倒一个行不行 翻转的是第一个 看行不行呢 翻转第一的话 这个要有什么呢 这个等于u 咱们讨论它 u 用t减套 减2 是吧 他不翻转等于u 什么 t减4 是吧 那么这个要求呢 t要大于4 这个要求等于什么呢 这个要求 t要小于 t减2 那么t减2 要大于4 当然t要大于6了 那这个时候 下一段段呢 一个是 他 这个就比方 4 t减 那当然你整个 本来是要改了 这个整个都要改过来 但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你可以验证去 那么我们这个 讲清楚之后 我们点来 你要感受一下 这么一道 实际上我在讲的过程中 把一次重点 难点 或者是你容易发生 一次误解的地方 都给你指出来 你底下就要 从味道这样的东西 再去做一次细题 再去做一次归纳 这一块内容 就能很好的掌握 那么我们看这么一种 你求这个结果 假如我说4 t减1 e的 阿拉法 t 阿拉法套 咱们具体的值吧 爱贝的套 乘以1的 三倍的 外贝的 去减套 他说你指啊 这个yt这个信号啊 在t小于5的时候 等于0 在t大于5的时候 等于这个表达4 那你求yt的值 把yt这个表达4 怎么求啊 我刚才政治性 你可能觉得好像蛮明白的 蛮抽搐满字的 反过来先呢 再怎么弄 围绕着上下线 来配你的这个东西啊 我只要看到你这个上线 那么我知道这个信号 因为这个信号它没有翻转的 最近下线 是吧 翻转的这个信号 就翻转的那么t减套吗 决定是上线 所以我知道你这个信号里面 什么呢 原来这个信号是什么呢 可以看的是负的 爱贝的 t 右 t减4 这个信号来的 是吧 可以看的 这来信号卷积吧 这个信号并不看的是什么呢 这可以看的是你 这一个是 它是 它决定上线应该等于什么呢 e的 负3 t 右 t减套来的 是吧 上下线出这个信号吧 那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配就完了吗 你把再减去一个4 再乘一个e的负8 再减去一个1 再乘一个e的负3 51就完了 不就是很齐的吗 这样子 所以这记录等于是 e的负11 e的负2 它减它 就等于什么呢 e的负2 t减5 减去e的负3 t减5 右 t减5 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这门课里面 我一代强调 没有什么复杂的运算 但是要求你的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定义 以及他们的意思 基本的关系 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等下你在应用的过程中 你才能 都行应手 那么下面我们再讲完 我们前面也讲完了 连续时间系统的 实际响应 包括 经典法 以及 卷积法 卷积法里面 我们主要介绍了一下 它利用 一个系统的 0状态响应 等于输入信号 ft和系统的 冲击响应 ht的卷积 那么我们要介绍了一下 卷积 介绍了一下 冲击响应 ht的求解 同时呢 今天呢 上一讲课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一下 卷积的一些计算 连续信号 卷积的一些计算 包括这个性质 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介绍一下 离散时间系统的 实际响应的求解 0状态系统 系统响应的求解 是这么一次 也是对称的 对称来讲 它一般 按三种方法来求解 它一个是利用 低带的方法来求解 系统响应 一个它利用 经典的实际方法 跟我们前面的 连续实际系统的 响应求解 是类似的 第三种方法 是利用 也是那种 卷积的方法来求解 那么绝经典套法 它也是把系统的响应 分为0数响应 和0状态响应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离散时间系统的 对于一个线性 实不变的 离散时间系统的 数学模型 我们前面讲过 它应该是 谈细数的 线性的 差分方程 来描述一个 离散时间的 线性实不变系统的 一个数学模型 这个数学模型 就给定了一个系统 离散时间系统 就给定了这样的一个 输入输出资金的 约束关系 那么这种求解 主要是 我们第一个 可以看来 滴带法 第二个是 经典法 第三个是 卷积法 那么下面我们来 分辨来看一下 这些过程 卷积法 它是跟咱们 前面连续是一样的 它也是把一个 系统的响应 分解为 0输入响应 和0状态响应 0状态响应 等于系统的 输入信号 FK 和系统的 单位脉冲响应的 卷积 到这下 我们再展开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具体的方法 滴带法 滴带法 是这个概念 大家很好理解 我从不去一个 很小的例子来看一下 你可能更容易理解 假设我这个 我又发现知道 YK 减三倍的YK 减一 等于二倍的FK 我知道系统的 出手的条件 Y0 假设我知道的 出示状态 我们给它是Y 给Y-1也行 Y-1给它 给它出示状态的话 它这个一介 一介的插方 可能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那么我只要知道 这个 假设我这个 等于是2 这一个 假设我FK也知道 FK呢 比如说等于是 UK 我就可以利用 迪戴的方法 求出YK出来 你看 YK把它写成 这种形容 YK等于是 三倍的Y K减一 加二倍的FK 是吧 不就求显应吗 是吧 那么我第一个K 等于0可以吧 带进去 迪戴嘛 那么写上Y0 等于什么呢 Y0等于三倍的Y 负一吧 加二倍的F0吧 我FK的表达就知道 当然我这个能求F 我这个知道的 我只要知道这个值 后面的所有的值 都会推出来 这等于多少呢 加这个等于3 23等于6 6加二等于8 有了 那么我K等于1 可以学出来吧 K等于1 等于多少呢 三倍的Y0 带进去 因为带进去 1等于3等于0 加二倍的F1 等于3乘以8 再加二 二十四 二十六 你看 求这个的时候 Y1的时候 利用了前面的 这次结果 说就叫D带 那么一下 非常简直吧 那么这种方法 非常简单 那不需要 你有什么想法 你都给我的表达 给出了这个描述系统的 030系统的输入 输出时间的预售关系 你给我系统的初始的状态 你给我输入激励 我就可以求系统响应 非常简单 这种方法 用其他 计算机的发展 用这个算非常简单 计算机 计算机一个带就可以了 你说我要看多少点 你去一个Fall循环 就可以了 Fall 一个循环 Ki等于0 到多少 要拿就出 一个迪带就出来了 现在用智商机技术的话 算那个非常方便 但是问一下 这种方法有什么不足呢 它的优点就是 比较极观 比较简积 不需要结什么火大的翻译 就这么一个 就用它的关系 就迪带出来了 它的不足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呢 说什么 真大一点 就是那种 YK没有具体的形式 没有解析表达式 是吧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用权量大 用权量大 权量大 不管你不用管了 现在专机给你算 它一个 这是第一个问题 该说的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 跟第二个问题 是相关的 实际上是说 你要想 比如说 我要想看第八个值 第八Y8这一点 那么我前面 从Y0到Y7 必须知道 因为你没有 你要求Y8 拿这个来说的话 Y8必须知道Y7 我要知道Y7 必须知道Y6 我要知道Y6 必须知道Y6 它一个相互 相互依赖关系 但是我就要 第多少个点 第1000的点 Y1000这个值得值 那么你前面都要给我算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你没有表达试 假设我给他 你要求就能外开 表达试知道 比如外开 表达试等于算 比如说等于是3K UK 比如说这个 那么你要求Y7 就很容易知道 Y1000 就等于3的1000 它很容易算 是吧 因为你这种方法 你很难求出 它的表达试出来 所以这种方法 有它的决限性 当这种方法 当你求有限个值的时候 你这种方法非常简积 我什么反程也不用解 什么样的东西也不用弄 我再向里面对待 一个循环 马就出来 现在现在的 这个 这个资产机技术的发展 这一块用的 还是比较多 这种方法 介绍这种方法 只是介绍一下 他把这个 把这个通通 我要求的是YK 把所有的移过来 移过来 这迭代 因为它这个 只要移来 它予脸的值 那么他再去 例子来看一下 就例子来看一下 他把这个 移过去之后 移过去之后 跌代 待会出这状态 一个的跌代 这过程 Y1求出来 Y2求出来 就到五中段 它很难得到 B和形式的解 就是 很难能写出 这个表达试出来 很难写出表达试 那么这样的话 当你要求某一个 具体的值的时候 那么你前面的者 都要求出来才行 这是一种 介绍这种方法 知道这个方法 在设置应用当中 这种方法 有时候会用的 那么下来我们介绍 经典的 实验分析方法 这个方法 跟我们连续时间系统的 经典方法 是类似的 所以在 在讲的时候 我们稍微快一点 它也是把一个 插分方程的全解 分解为 其次解 即时解和特解 一样的 那么这两部分 那么 极致解的话 由极致翻成特层根来决定 它的形式 形式 那么特解的形式的话 由翻成右边的 机对信号 FK的形式来决定 一样的方法 从概念下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个过程就行了 那么它也分为 不等的十根 有这样的形式 YK的 这个极致解的 这个形式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相等的十根的话 它也这样的 这前面加K 那么要是 共和复根的话 也是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 跟前面连续是一样的 所以在稍微 我稍微讲的时候 就是简单的 显示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我先看一个 这个特解的形式的话 它常用的形式 如果输入的是一个 AK 这个A不是特整根的话 它特解还是这个形式 如果要是特整根的话 前面要乘一个 系数K 那么你要输入的 这个是一个 独下字的形式 K的话 应该等这种形式 它是A一样 很麻烦的了 而这种形式 就更复杂 这种呢 它也自动形式 这比较麻烦的一种方法 了解一下这种方法 一样的 我们介绍这种坚定的方法 实际上大家在了解 这种方法 和我们将要介绍的 卷阶的方法 它们之间的忧逶性 体现一下 相互之间比较一下 那么现在我举例子来看一下 你用这种经典的方法来解 一道例子 咱们就解决了 这是一个描述离散事件系统的 差分翻程 一个确定的离散事件系统 就有唯一的一个 差分翻程来描述它 我们说两个系统不同 就是说他们的描述 他们之间的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 这个差分翻程不一样 如果两个系统 描述两个系统的输入输出之间关系的 差分翻程是一样 那我们就认为 这两个系统 另外是等价的 它行 接下来我们说电阻一样 如果两个电阻的组织是一样的 那么电压和电流 他们之间的关系 建立下的电压电流关系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两个电阻里面的材料不一样 它这个也一样的关系 想说一下 所以我一再强调 给定了差分翻程 实际上就告诉了系统 告诉了系统 那么我们首先求它的机制解 机制解就把翻程的右边 让它等于零 让机制等于零的情况下求 那么首先跟从这个差分翻程 得到这个它的特征翻程 知道这个怎么来的知道吗 类似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它 再稍微说一下 你外开 我再就是一 你延迟一个单位 我觉得五倍的 二负一 可以吧 延迟一个比我负一 再加上一个六倍的 二负一 可以吧 你是外开简线 我再就不用R负一 你是外开简线 就R负一 然后两边同程 就R平方可以吧 那么就等于是R平方 先五 这么过来 这么过来 再稍微解释一下 那么这样出来知道 这个特征根就是一个是2 一个是3 那么说它的解的形式 极致解的形式等于这个表达4 这个发展在就不动它了 然后我们写特解 因为书是FK等多 FK等I的K 6K I的是它 I是它一个什么 I是特征根吧 说它解释的多少呢 加一个K 然后把这个带进去 然后 求出A等于F2 然后把YK 再合在一块 这两个加 这里面有CGC2 它把这个A的F2 这个A放在这里 K加A上面去了 放在上面 这没什么 这没错 然后呢 带用这两个初始条件 是条件 必须再初始条件 那么出来的结果 等于这样的结果 所以你要前面这个 连续时间系统 这一块响应 接点发展望的话 这个地方 从概念上来说 没有什么 特别不容易理解的 就这个过程 先求机器翻成了 对应的特征根 有特征根的形式 特征根 设它的通解的形式 极致解的形式 然后跟着特解 设定特解的形式 便带入 为它们翻成 求它再定系数 然后喝在一块 求这里面两个的 再进系出来 在利用这种 经典发的时候 我们带的都是初始条件 我们也强调过 初始条件 跟初始状态 不一样的 在某些情况下 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要带初始条件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Y0 这里面的Y0 等于YX0 加Y 不是YX 对于Y的 包括初始状态 和外部集体 共同产生的效果了 这样我们就不再展开它 那么它就在讨论下 这种经典发的 方法的不足 它说如果我的初始条件 不变 输入信号改变的话 那么你要重新求解 很麻烦的 如果输入信号不变 初始条件化 能改变的话 你也要重新求解 那么它的叉论翻成 右边集体 比较复杂的时候呢 比较难处理 集体发生改变 要重新求解 条件发生改变 要重新求解 这种纯数据的方法 无法脱出 系统显应的物理概念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能给出 一个完全解 但是这个解里面 哪一部分是 外部集体产生的 哪一部分是 系统的初始状态产生的 它分不出来的 但我们给你一个 完全解可以的 那么下面我们介绍的 第二种方法 就是卷积法 卷积法的思想法 是一样的 它把一个系统的 完全响应 分解为 您输入响应 和您状态响应 对于线性 是不变系统来说 是可以分解出来的 我们讨论都是 线性是不变的系统 那么您输入响应 和您状态响应 不再强调 这是大家都知道 那么您输入响应的话 是输入为您的情况 实际上去求这个 机次翻成的解 那么下面我们 通过例子来求一下 我们看到 这么一个 差分翻成 我们要求这个 差分翻成 定义的零输入响应 实际上零输入响应 就是定义我们前面的 机次翻成的 这个机次解释 一样的 只不过它求的 带定系统的话 就不一样 办法 那么等于这一个 一样的 这是二平方 加三二加二 这等于零 求一下这 负一个负二 所以等于这个形式 在这儿 这些带初始状态 这个状态 因为在这个时候 输入还没有进来 输入没有进来 所以这个Y负一 就等于YX负一 带您去拿 它一定要利用 初始状态来求解 说到结果等于这个 具体的算就很简单 就算完了 从这样你可以看出来 系统的零状态响应 它的形式 取决于系统的翻成 这个参范 它都定义了这个特征根 它前面的系数 取决于初始状态 你看这个 这个解的形式里面 与输入没有关系 它跟输入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突登根是重根的 重根 那么解的形式 等于这样的形式 再加了一个K 然后带到这个 代表初始状态 就可以求出C1和C2 就在结果等这个 一样的 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吧 很容易跟前面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么刻的 很多它是相互 相互呼应的 如果你前面 掌握的比较好 你后面呢 虚担就比较轻松 只要说概念 理解它不会感到很困难 反过来 如果你前面 万一没有学好 你后面还有机会 再重新再恢复一下 或者再重新再巩固 再加强一下 那么这个呢 还再举例子来看 上次是一个 一个单根 加一个共和 一对共和复根 它出来结果等于这样子的 单根还这么设 共和复根是这么设 那么出来结果这么算 它是三界的 是用三个初始 状态 求出来结果 等这个结果 这是一个 经典的方法 不是 这不是经典 这种 卷积的方法 卷积的方法 是用这个 零输下应 是用这个方法来求解 而零状态下应呢 是利用这一个来求的 它是利用 把信号分解 和线性 实物变系统的特性 来求解的 那么看到 怎么来求解的 首先我们写了 任意的 理想实际信号 都可以分解为 单位脉冲序列的 信号组合 那么只需要求出 单位脉冲序列 这种用在系统的响应 就会求求 系统的 这个零输 零状态响应 它看着过人一样的 假如我代一大开 作用一下 系统常常是 H开的话 那么他 等这个 那么他作用的 等这个 这样是开始 实际变量 是它的变量 那没低价的人 这样的结果 而这个刚好 是我的对 这个 F开 这我简直在黑板 再写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 任意的 理想实际信号 F开 可以表达为什么呢 可以表达为 由开 I 等于负无穷大 到正无穷大 F I D 开 解 I 是吧 那么他所产生 这个开始变量 他所产生的响应 Y F K 因为是线性 实不变性系统 所以 你在求和 当然地加那么多 像加 它像加 还是知道 像加 还是像加 那么 因为这个是参数 因为我在这 K是 信号 这个题目是系数 那么他产生的响应 等于什么呢 H K-A 假如 DiDK产生的响应 是HK的话 这种东西 而这个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事实际上 就等于是 FK 卷积和 HK 这是也是卷积 零三序列的 卷积和 定义是怎么定义的 也同样 对出来 一个零三序列的 这种系统 产生的零状态响应 等于 这个输入序列 和系统的单位 脉冲响应的 卷积和 有时候我们要减缩 就是卷积 卷积和 它一样的 跟咱们联系里面 这个是F 你看F套 HT-套 这是I 是积分变量 求和变量 因为零三没有 积分的概念 求和 这么一个阶段 就这个来的 大家举个例子来 简单看一下 那么 已经一个系统 描述 零三世纪系统的 多线性直播变的 你看 它们已经看了 长系数的 线性 它们翻成 那么直接它知道 系列信号等于是 F套 已经知道 而且告诉你 这个系统的 H套 也告诉你了 那你求这个系统的 零状态响应 算就行了 很简单 那么YK F套 就等于这两个 卷积 你说这个卷积 是不是太复杂了一点 我们照样 给你公式 这个看来感觉 是很简单 这样就很简单 这些生活 他到后来 把这一步 你看 你看 这一步 我省定到了 省定下 这个 这个I 其实求和变量 这个I 要大于等于 才有之吧 所以这代应该是 I从零开始吧 这个要求 你I 要小于等于 K才有之吧 虽然是零到K 把这两个 就可以去掉了 而且要求你 K大于等于零 所以出来 结果等于是 开大于等于 的时候出来 这个结果 开小于 的时候得等于零 一样的概念 所以你前面 这个连续时间 信号的卷积 要弄清楚之后 这个地方 就没有什么 觉得好像 有什么新的东西 这个地方是 这会合在一块 合成这样的形式 一样 那么下面 我们简单的举例 就来看一下 这卷积的计算 这一块 简单的算一下 我们下一张 专门转积一个 离散数据的卷积 怎么算 简单的说一下 FK X等于是 二分之K I的开次 6K HK 等于四的K UK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那么这个YK呢 等于是FK 卷积 卷积HK 等于Segma K等于I I等于负无穷大 正无穷大 2的I因次 没有I因 4的 K解I 没有 K解I 这没问题吧 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是I因 大于等于0 一定要等于 这个要求呢 是I因小于等于K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 如果你的K要大于等于0的话 要写等于号 那么这个时候就变为是C干嘛 I因等于0 到K 这个时候就变为说 I的I因 4的K解I 因为在这个时候 它等于1 它等于1 而K要是小于0的话 是它等于什么呢 这个算应该会算了吧 这种C干嘛 是I因 等于0 到K 这带把4的K拿出来 这里面等于 等于多少 等多少 2分之1是吧 2的负1也行 是吧 2的负1也行 是吧 那么这张是K大于等于0 K小于0 这等于多少呢 这是个等比技术的 有现象的核吧 是吧 这等于多少呢 4的K 第1下等于0 那又等于1吧 1 1减公平的多少呢 咱们写成这样的 2分之1的 A 这样好不看 是吧 1减 2分之1的 跨幅 应该是N1加1 它N1加1 是吧 0到K 是不是K加1下 再出于什么 1减2分之1 1减2分之1 这好不好画呢 这个暂时 这几个并分是1分之1 我在这里面表 这个暂时1分之1 这点并分是什么呢 就是1减2分之1 那么等于是 都等多少呢 我这下再插了啊 等于是1分之1 很2倍的 这好 这要怎么刷进去 这要刷 2倍的 4开 它再怎么刷 这样你们画景下 这要不再展开了 所以我们简单 把这一块内容 简单 因为下一件 我们专门系统 再展开一下 来讲这一个 离散序律的卷据 怎么卷据 所以这一讲 刚才主要介绍了一下 这个连续时间信号的卷据 它的定义 它的性质 介绍了一下 离散时间系统的 实力显应的求据 那下一讲 我们介绍一下 离散序律的卷据 类似性质 本来是计算方法 它终于布置一下 请不吝点赞续时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